这个如来的 如来的第一位法王子 就是金刚守菩萨 也就是一切如来毙命的 真上主宰 真上主宰 真上主宰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本身能够 在我们的修行当中 加持我们 让我们的智慧增长 让我们的法力也增长 让我们的菩提心跟慈悲心 一直在增长 这是最重要的 你这个慈悲心生出来 不得了 你已经有了这个修法的基础 你再加上这个无上的智慧给你 你一下子你就开悟了 你按照这个法力 去修行就产生力量 力量你就看到自己的佛性 直接就可以成佛 那个是最重要的 这个是 所以他是真上的主宰 往上面走的 不是往下面走 往下面走就到第一道去了 到了畜生道了 到了恶鬼道去 修行很困难 释迦牟尼佛的本圣经里面写了很多 他行菩萨行的时候 也曾经在畜生道 也曾经在地义道 但是他最终 他还是成佛 那么这个力量 力量谁给他的呢 就是真上 往上走的那一种力量 往上面走的那一种力量 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真上的主宰也正是 直金刚秘密组的大全世线 这个直金刚秘密组的意思就是讲 他本身执掌了所有的秘密意 金刚守菩萨执掌了所有的秘密意 他将所有的秘法传授给大家 大家依照秘法去修行 就将来会得到他那个秘密意 其实我秘密意已经讲了 大家都是佛 将来每个人都可以成佛 像那个释迦牟尼佛在舍利佛跟舍利佛讲说 你将来成佛就是伐光佛 那么在这一世 他又给我了一个 这一世 他又给我了一个伐光自在佛 还是伐光佛 因为佛本身来讲就是自在 自在是多出来的两个字 佛如来本身就是自在 所以还是伐光佛 伐光自在佛 还是伐光佛 是一样的